北京时间8月13日,2018届新秀,被认为是1996年黄金一代号,最可怕的一届新秀,他们很多人都有强力成超巨,但同时,这批新秀也是最嚣张的。 这部还没见联盟,壮德安德烈爱顿,就已经开始挑衅大帝恩比德了,最近,NBA方面,举行了一年一度彭雷雷球星卡制作的活动,爱顿在现场集星作画,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,只见他画了一张画之后,对着镜头做出了一个秀机六十围的动作,并且故意录出了个狠狠的表情,随后镜头拉近,原来他画了一张, 这几个扣某人的图片,这个某人到底是谁没有写清楚,但看看,21号何故意,图调的非常标志,显然值得就是恩比德了。 有趣的是,到底显然立刻看到了这张图,他迅速专发推测,我就喜欢看某些小孩做白日梦。 面对这种挑衅,恩比德是从来不吃亏的,上赛季,到地场均22.9分11把3.2助攻,1.8感冒,新赛季,他估计已经宣出来,对太阳的比赛日期了,NO,XV。 好 Separately! 全部试图